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启入当前流行的订单经营模式来种植小番茄 然而他的想法却遭到了村民的质疑 面对这个困难 他又该如何解决 酒和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眼前这位正在为村民想办法的人叫张颜堂 他是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复明新村的党总职书记 2018年至今 张颜堂带领村民们 在茫茫大漠里搭起了400多座日光温式大棚 种植蔬菜被村民亲切地称为大棚书记 2022年5月下旬 富明新村的戈壁滩上 大棚里的蔬菜瓜果都到了收获忘记 张颜堂忙得不可开交 下一个种植期村里几百座大棚 该种些什么 村里的琐事该如何安排 成为张颜堂最着急解决的事 收获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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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上七八个碰的 七八个人喝起来的 夹子就夹子 是天真夹子就行了 是 反正你猫猫的就准备了 主孩子后面坑 反正这家是个不可算 这家是不受的 小番茄是张颜堂计划 要在下一个种植期 推广种植的品种 张颜堂打算 在富民新村发展订单农业 订单农业 是近年来出现的 一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集小番茄还没有种植时 就与客户签订了产销合同 这样既可保证小番茄的技术问题 又能解决小番茄的销量问题 但这样新的经营模式 遭到了种植户的反对 小番茄 小番茄 你多小孩留 你看看 对不对 小番茄把人炒打开的 现在打不开 没说的人 我们不敢煮 小番茄要煮 吃过年来 就是 因为人是现 公司少先 害怕 不是不害怕 家子又熟悉 熟悉人家就顶灯了 你说 你先把吃得起 我去那时候 我们就煮沙 我们喝得 你先把 留下来 家子 茶叶瓣 马上煮 叫着 我滚 你看 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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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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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 我 这 这 这 我 这 你 这 我 我 我 赵世泽的担心也是村里大多数人的想法 但张严堂认为 在昼夜温差大的沙漠地区种植 小番茄接出的果实更甜 并且邻村有成功种植小番茄的经验 这让张严堂更加坚定了 推广小番茄种植的信念 他希望未来小番茄种植 可以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之一 今天张严堂要去找冯国安 他希望冯国安能加入种植小番茄的农户中 冯国安也是原先 它是本前前日前 它在这个南部山区 它在家里是摇摇 下来之后 它是最短的时候 它养的三百多只羊 最短的市场变动 有时候养殖上可能是不问题 哪里是照片 什么呢 removed 一手 一手 我给你 befках 你去找家吗 你去找家吗 谁去找家吗 我去找家吗 你去找家吗 你去找家吗 我去找家吗 你去找家吗 张延堂原本希望冯国安 可以种植小番茄来挽回损失 但冯国安并不在家 所以张延堂并没有见到冯国安 推广小番茄接连碰壁 但这样的场景 对于张延堂来说并不陌生 2013年 古浪县开始实施生态移民项目 计划将周边山区的村民 搬迁至腾戈里沙漠南原的黄花滩移民区 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里的张延堂动了心 他随即召开村民大会 讨论搬迁事宜 但遭到了不少村民的反对 你让他搬迁 人家就不搬迁 人家就说搬下去 到沙漠里头吃什么 喝什么 你让我们下去 吃啥子了吗 所以说他对这个 未来的发展 他还是一个 心里面还有 有个日落 每日的时候 家子里面都吃破了 第五次第六次 人家还是不愿意 有时候 人家还 把你从家里连出来 爱妈的事 也是 家常便饭 之后张延堂带头搬下来 顾虑的村民们 也渐渐愿意到移民区参观 一户 两户 三户 在一次次的劝说动员 算账对比中 2018年 山上的村民 全部搬迁至新的移民区 但张延堂 并没有在短暂的喜悦后 迷失方向 他希望大鹏的产值效益 能够更高 小番茄种植 能够为富民新村 打开一条新的支付路 就番茄 在我们日民区 现在也是刚开始 我们特别富民新村 有些种植化 它因为常年种植 这个辣椒 四红石这种一点 对这高端的辅助 也非常的感兴趣 但是也不是得有这个过程 因为我们的老百姓 现在刚下来之后 对一些事情 人是伤 人是不到位 第二天一早 张延堂就召集了村民 再次动员村民 种植小番茄 就连此前 未曾见到的冯国安也来了 根据现在我们 菜叶发展 这是菜叶发展次来了 但是我们不说就是把这个 风险的支付我们的一个认识 单打多多 这是成员发展不出列 有时候市场上捧烧了 你的这个四红石这段是车 加个好 你就没有了 市场航庆不起的时候 你没不出车 所以说现在是 事业人家是顶单销售 专家床学店的话 你只有你把这产品生产下之后 你只是 只是 策券 只是救赎 大家 有啥日间有 八千元就这个 这样是十年 十五万六千 这是四个月 八十天 人家人家八十天了 啥 八十天都成贵了 这样九十十四年 你怎么不够钱 人家的贵是十年 十年是八千斤 十四万六千斤 十四年时间 不是说八十二 还是这个四十 对 我们个人也没煮过 吃开开大红 煮就好 我们吃开 学会的怎么 学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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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界也有种的人 不是说什么有种的人 有种的 那我们吃大红 这真正在这儿 那妈是个种可能 种花瓜也是个种 绣这个 绣番茄也是个种可能 哪个就 哪个花里哪个就哪个种 就那么多的 后节带都个多的 面对村民的疑虑 张延堂只能想其他的办法 他邀请了提供 小番茄种子和技术的负责人 来到村里解决他的困惑 一个就是特别翻译 国事下令的时候 可能工作量大 不不少 这不晚 再一个它就是 龙本学翻译的 很怕就是上刀身骗 我们的这个种植呢 我们还负责技术 负责交方式方法 我们建议 一个老百姓呢 就是三个棚 一个人管着三个棚 一年下来 基本上有个八九万块钱的 一个纯收入 不用担心 被骗的 因为我投入这个钱 相当于我是来投资的 不是 投入的就是花费 没有款花费 农药技术 技术老师说我请过 对对对 他还签着的这个 支付问题 免费给老百姓支付 沙漠腹地的富民新村 最要紧的就是水源 如果不尽快修好水井 将影响菜农的收入 也影响到小番茄的推广 再说 他这个这个 科学的 我可以 再计其 Montana 这个 厌不 salary 因为是你精子修不好 走成管子爆裂之后 是走出费的那种费 日明天上这个水 确实是非常宝贵的 你看这全部就是 为了这个地管和这个筋膜 都是为了这个解费 所以费有保障 我们的产业才有保障 张严棠认为 异地搬迁的目标是 留得住 能就业 有收入 所以保障村民的生活 也是张严棠的工作内容 哪怕是再繁琐的事情 张严棠都要亲自取丁 你这年纪 差不多上四倍多 三倍半 上四倍了 我认识麻烦的话 只是加配我都能看见 2018年富明新村建立 随之配套的学校也建成 今天张严棠邀请公益组织 来村里给孩子们检查视力 在视力检查的过程中 张严棠发现 一名学生眼睛检查没有问题 但却看不清楚 这个特殊的情况 让张严棠很担心 在学校放学过后 张严棠找到这名学生的班主任 一起加访 这些研究院里面有免费 我们检查了个研究 你的苏拉子查理是 研究后来 和这身的各方面一生不成 这分别是研究里面 还有些杠问题的 研究院里的开哈 到这下来 他都得有大病的 听到的 得得去开哈 都得是三文件 今生不容易有负担 都是哈 休文件 确确实是 这最研究的下 是检查出了 我们的百分之五十的学生 都这个眼睛都 实力都是紧失 眼睛的滋病也是 一直我们的 沙漠之后 可能引起了眼睛的各种滋病 与此同时 小番茄的动员还在进行中 我看你把那些鱼 这个装这个堆着 拿着过来 都把后垫起来 我看这碰完 人家还熟得很 找旧的车 车子等着来 人手的 为了提高村民们 种小番茄的积极性 张严堂计划组织 三十多位村民 到邻村有成功种植经验的 农户棚中看看 但此时正值农忙 想找到三十多人 十分困难 对 不能去 排队 不同医疙瘩 没有过程 我们的声音 都不能这么聊 我们很快就能帮我 你们就学到 让您 来 干什么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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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了 来 开 我 别 大家 来 nier 动员十分困难 好在一番周折后 村民们终于到齐陆续出发 驱车二十多分钟后 他们到达位于八号点的小番茄种植棚 因为现在老百姓它有个人事过程 因为它是刚进到小番茄的棚里 也就是我们是慢慢地引动它 让它对于这些都是得认识到 这个的技术就是控制不能叫它长得太大了 太大了把锅切掉了 都长得这么大了就糖度不够了 因为我们控制这些果这个都很标准 糖分都够了 我们要求就是十几个糖分 这个马上都要把这些熟了以后 全部摘完都落味儿 把这个位置呢 大家看到挂在藤蔓上的小番茄都很兴奋 不停地向专家了解技术问题 口感特别好 我们白天的温度高 晚上的温差大 自然的气候条件决定了我们的品质特别好 吃过以后六点往返 小块也是非常好的 你看到时候 他们往我们的中盆河都来地方 去谈订阅文学资负方面的文件 和这个中盆河他们相互交流啊 沟通啊 也就是也就是初步的 这个都是他种可以怎么做 也是非常满意的 回到村后 张严堂得到一条消息 听说村里有户村民 因病可能返平 张严堂敢忙过去了解情况 今天你生活的是什么 在你吃八千块 你厉害 我这个中间比较热 现在你还有剥四十根药里吗 都是羊狗子吗 大药 老狗子 老狗子 四十块钱 这是差点 这是差点这个差点 差点去扯瘤 还是亏个两万 这三万块钱 这边给冬草就老三万 这后想要去等待 这次我们把它剥上 这看见开 你顶着个撒回来 小番茄最终有多少人愿意种植 村民们又有哪些反应 敬请继续收看三浓取营会栏目 村里的事情千头万绪 张严堂每天只能和村里的老人们一样 在养老中心的食堂吃饭 但这也是她难得的放松时间 姑娘今年多大 姑娘今年二十九六 姑娘出家到这个 我都没蒙古吧 那是新疆 我都在新疆 今年过去 也都忙得很 日白事情都像新疆的话 人家日天工作 都晚上很加班 于是他电视节 我们十二天 大个视频和他六个天说一下 他的面子就很不虚实 日天睡都没了 没时间 那你这三年了 基本上都没见过几次 就是当面见没见过几次 一般都是视频 因为村里的事情太忙 张严堂无暇顾及家人 这让他感到很内疚 但看着村里的变化 昔日的沙窝窝变成了金窝窝 张严堂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今天是张严堂和村民约定 签小番茄种植意愿书的日子 有多少村民会来 有多少人愿意种 张严堂心里也没有底 出乎意料的是 有种植小番茄意愿的村民并不少 但大家仍然十分忐忑 我们这个东西都已经成长了 那是个人 出不少 那我们个人把坑出不少 主要的人关心 结果没关心 结果没关心 但是今天个其实两天会回来 华士 今天能够死去补柱都回来 费种费的 日俊 拉的话费就不是 不是这个朝鸢 那小话的拉的话费就没见 刚才都没见 他还讲不知道 不是 不是 不是今天少话的 那么亲戚就出现 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来就是 游泽远的中间来下报报个名 之所以就他修程过程的 留下日日午的 他和你的盆里头里吃了 之所以还跟我们的接打 都是这还跟我们做的工作 现在回来报个名 经过一番解释 最终共有二十多位村民 在报名表上签下了名字 三番是变化无端 是难够的 找个开会的他还有问题很多的 他有时候他是不小心 我说最后的办法就是 他把那个朋友捉起来 我说是个朋友 今天准日差他都能天天等天砍 砍一下都念这的时候 你不动员就全部就捉起来 忙完手头的工作 张严堂赶忙去到村口 在那里一个新的小游园 正在施工中 张严堂要去查看施工进度 直到这个八月份九月份 这花精都长得这么高 都开到这么大的花 在这个沙门里面 我们终一棵草 终一只花 种花的话都是不容易的 天下的时候 让我们的聪明 到这里面转转转一下 2022年九月 富民新村的小番茄种植 正式提上了日程 张严堂希望 通过全村不停地努力 这个承载着1379户 4580人的美丽家园 一定可以在沙漠戈壁滩上崛起 欢迎收看由正大冠名的 三农群英会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